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飞机是从西班牙到巴塞罗纳起飞 要前往德国 但是在经过法国马赛附近阿尔比斯山的时候 当时坠毁了 坠毁的时间是3月24号 许多人在讨论什么原因 有的人就说这部Airbus不行 有的人说是不是因为机灵太久 已经24年了 因为那家航空公司虽然并不表示它的空安不好 但是它常常使用退役的飞机 那么在众多讨论的时候 一个完全令人意料之外的答案 在不到48小时正式的出炉 法国的马赛检察官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震惊了全世界 我们来看这期空难的所有的前面的过程 接着我们来报道 现在已经很多人知道空难事件的原因 是因为这架飞机只有两名驾驶 而正驾驶当时去上厕所 然后经过91之后 就有一个规定 那么这个规定有一个设计 就是门它怕被暴徒闯进去 所以当正驾驶离开去上厕所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想到真正的恐怖分子 就是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 门锁上了 他回来发现状况不对劲了 最后只有七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个飞机就完全蓄意的撞山 至于撞山的动机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认为是宗教的原因 而大多数是属于这位副驾驶 他个人的精神状态 那么这就为什么是选择阿尔比斯山呢 根据了解副驾驶 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他们叙述 他参加了飞行俱乐部 他常常在马赛这个地方的阿尔比斯山 进行滑翔 他说他非常热爱这个山区 他个人的疯狂 他当时的忧郁 他难以置信的一些意志 最终让这个空难事件 变成了无限悲伤 跟无限惊叹的一个历史事件 国际间载船不幸空难 国际间载船不幸空难 这回是航空建模半生 看杀旗下的廉价航空德国之一 西班牙党地时间3月24号 周二上午10点 德国之一编号9525号班机 正准备从西班牙巴塞隆纳起飞 前往德国杜塞道夫 但基于飞航管制而非班机故障理由 最终延迟了26分钟才出发 且在起飞接近20分钟 也就是上午10点45分 飞机到达38000英尺的巡航高度时 突然在8分钟内激速下降 机舱内完全没有呼救声 德国之一的前身是欧洲之一航空的廉价部门 1997年创立2002年更名 并在2009年由汉沙航空接手 专门负责中短程点对点飞航 过去18年飞安零事故 致使这个拥有90架飞机 110条航线的廉价航空 2013年载客数已达1600万 他们在德国有很好的价格 原因是 这起空难让人废一所思 因为这架编号9525号班机 先前毫无异样 高度却突然降至6000英尺 且消失于雷达 根据实时地点民众指称 他们看到飞机是以非常低的高度飞行 随即以每小时700公里高速俯冲 那局不是机械故障产生的空中截体 法国媒体用拳击抹杀来描述 马赛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区 将近2平方公里都看得见飞机残骸 且最明显的不过汽车大小 因此几乎所有专家都断定 机上144名乘客6名机组员 身还希望渺茫 而德法西三国领袖也在空难发生第二天 亲自前往失事地点 始言全力查明真相 因为失事原因一开始如陷入谜团 当外界不断将矛头指向 这架失事的A320班机 精灵已达24年 累计飞行时数58300个小时 以其平均精灵9年来说 已属德国之翼最老的飞机之一 但起飞前一天才通过例行检查 向来以严谨驻称的汉沙家族 实在很难认同外界对其罔顾飞安的指控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不是机械故障 机师也飞行手 那么他们理应知道更改飞行高度 必须通报塔台 最不可思议的是 已经快要坠毁 竟然没有呼救 索性在空难发生后的几个小时 第一具黑盒子 也就是座舱通话器就被顺利巡获 法国检方也完成解码判读 而另一具黑盒子 飞行资料记录器虽然外壳已经找到 但记忆卡失踪 可能是在碰撞中松脱或损毁 但光评屑有资料 法国检方已经判定 这不是一般的空难 而是蓄意楼杀 整体事件 以朝犯罪方向枕办